用熟練的技巧 咖啡粉倒入濾網中 再拿起熱水 輕輕繞個幾圈 一杯熱呼呼的手沖咖啡出爐 搭配蜂蜜蛋糕奶酪 剛剛好不甜也不苦 有別一往咖啡館 沒了浮誇或文靜擺設 以綠白相間 簡約的木耳為主 雖然看起來有點冷冰冰 但這些手沖咖啡甜點 不僅限量供應 還出自於壽行人 並非一般的甜點師傅 裡面種了很多植物 我覺得整理的環境很棒 我都稱這裡叫城堡 因為在193上面 遠遠看過來 這裡像城堡很漂亮 很乾淨 乾淨度很好 然後酸質也很明亮 花蓮自強外衣間 與一般的監獄不同 使用歐式木造設計 多了點銅續感 點獄長從今年5月開始 籌備咖啡工坊 為了讓壽行人 早點和社會接軌 特別請來專業老師 傳授做咖啡的秘訣 終於在10月25號試營獄 另外又加上園區內 本來就有種咖啡樹 目前累積到一定數量 更特別推出品牌手工咖啡 透過這個技能訓練 讓同學真正的學到一個技術 將來回到社會 重新再站起的時候 有一個一技之長 監獄內 民善八方式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民善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